是呢版检侦办中华职棒打假球的案件 那么现在也出现了重大进展 原本在押的千读集团首脑错号雨刷的蔡正宜 5号晚间获得交保 那么保释金高达400万 警方表示会让雨刷呢重金交保 最主要的原因是所有呢 他试案的证据都已经巩固了 那么收贿球员也都已经到案 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 那么换句话来说 这假球案呢即将征结起诉 时间最快就是下个礼拜一 特别带着女儿北上等的就是这一刻 雨刷蔡正宜太太从白天待到傍晚 终于抽到高额保释金 让雨刷交保暂时获得自由 主要是考量到他积压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因为他还有后续的审理的这个程序 需要来做进行 所以呢因此呢就除了向法院 申请聚保停止积压之外 那么考量他的经济能力呢 因此向法院请求以600万交保 雨刷是从去年10月底 盗案积压之后 一路经过元旦新年 直到2月5号超过三个多月 囚禁在看守所里 现在让他交保并非纵虎归山 因为检方还规定他必须限制主局 那法官给予一段的时间 让被告跟别无人去 筹筹这个聚保的金额 那么经过他们努力以后 他们表示有困难 能够筹到100万元 假球迁赌集团首脑居然也会凑不到钱 还向法官求情才降价到400万元 而检方在过去三个多月来 已经从他的口中再追查出更多的涉案球员 包括兄弟相对阿盖在内的17人 以及蓝牛熊对许文雄等9人 最后就是中信金杜张伟等6人 几乎全部都已经认罪 不过外界最关注的大牌 球星 曹景辉 庄志佳 陈志远 有没有认罪 缴回犯罪所得 检方保密到家 但从雨刷交保的迹象研判 职棒假球案距离侦查终结已经不远 最快将在过年前起诉一干人等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